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到什麼呢? 當你拍照的時候 你會不會拍的時候 已經想到你怎樣去做後期了 昨天清明節 跟Hannah去拍照 去到一個粉嶺 叫做平洋村的地方去拍照 看照片的平洋村有很多白色的芒草 拍出來應該都非常漂亮 去到那個時候後面就看到山火 可能拜山的時候有不慎不小心 有些火腫留下了 我一看到後面有山火的時候 我立刻就想 咦 山火加上這個環境 可以拍一張照片 就是一些很燒焦那種顏色的感覺 我拍完一張照片回來的時候 咦 可以做一個後期 可以做到這種感覺就好了 其實拍照的時候 已經想到後期是怎樣做的 昨天就用了一部Leica的SL3 還有一支TL351.4鏡頭去拍的 按支TL鏡頭 落到露膚鏡頭 大概是等於53mm的焦距度 看看這張照片 一回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 草綠色 Hana就很美麗 放了一個姿勢 我很喜歡她這個動作 拍了她下來 後面就有山火了 其實也燒得很厲害 白白聲 不要管了 然後我就想起 後面有些煙 加上前面可以做一張 很有燒焦的味道那種感覺 OK 那我就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想法 和我做出來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那樣東西 好 第一樣東西就是 把highlight按下它 為什麼按下highlight呢 就是 你會看到 按下highlight的時候 那些雲就會出一些細節出來 那接著呢 我就先看一下照片 嘩 真是很sharp 那張照片 好清啊 那 六千萬像素 真是無可置疑 非常之好啊 好 那接著呢 就做一點點的 editing 先 在like那裡 先調光一點點照片 OK 先調光一點點照片 對啦 那接著呢 就在那個color那裡 我就調光一點點照片 對啦 調光那個 調光那個 白平衡 調光一點 就調光一點 我喜歡這種感覺 多一點的 那怎樣去做一張 好像 燒焦了孔孔地用的感覺 的照片呢 綠色這部分 先離開它 黃色綠色這部分 就在這個叫做color mixer那裡 就可以呢 每一條那個 那個不同的顏色 就可以呢 減低了它的那個飽和度 那我先減回那個 黃色的飽和度 先啦 你會很明顯見到呢 黃色呢 就會 沒有了那麼多的了 好了 跟著呢 綠色的那個飽和度 我又調低一點了 那麼 顏色黃和綠呢 就已經沒有那麼明顯了 這樣 那那個curve那裡呢 我呢 就調回那個curve 就這裡 低一點 低一點 那麼呢 令到照片呢 就 高一點了 好 再暗一點 先 然後呢 某些地方呢 對啦 再調低一點 OK 好 比之前呢 就深沉了一點了 比之前呢 就深沉了一點了 然後呢 我再看那個Color Mixer 這裡先 再調低一點 那個感覺 對啦 好了 跟著你先選擇那個 人先 對啦 人那裡呢 先選擇 Snap people 也是上次那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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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那 那 你看看 團 haben 的 黑 了 啦 ped 兩 的 bene 溜 阿 可以調整白平衡 可以調整白平衡 調整白平衡 慢慢調整自己喜歡的皮膚顏色 接著就 再調整 再調整 再調整她的衣服 先調整頭髮 頭髮我希望它乾一點 還有顏色我想黃一點 這樣就會好看一點 好細一點 好 還有背面我再調整暗一點 再調整背面 符合我所需要的感覺 再調整顏色再黃一點 還有飽和度再低一點 這樣就出了一種 很深層的感覺 接著在Curve那裏 我再調低一點 不可以這麼多 因為背面和主體分離得太多 就會很不自然的感覺 在Curve那裏可以慢慢去動動它 可以看自己需要的感覺 對 好 那個光位那裏就調光一點 我先動一下其他的位置 對 D-Haste那裏我可以調多一點 因為D-Haste那裏 你動它可以有多一點的細緻走出來 大致上我覺得顏色都蠻符合我那種感覺 對 再細調一下它 對 我先看一張相片 嗯 都符合我的要求 對 黃色那裏 黃色我再退多一點 對 黃色我再退多一點 對 黃色我再退多一點 讓它有一陣 好 好 焦焦的感覺 對 好 去回Photoshop那裏 加一個Layer先 不要妨礙其他後面的Layer 對 好 開始塞臉了 HANA已經是非常之 化妝非常之漂亮 我覺得它這塊臉是 這樣就先收拾一點點的瑕疵 對 這些豆豆 這樣就收拾一點點就可以了 其實它皮膚非常之好 你會見到 就用回 對 用回這個叫做Remove Tool 都是我經常都會說的 用回這個Remove Tool 去收拾一點點的瑕疵就可以了 慢慢去細收拾 有些位置 就收拾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 接著 就是 用回Litro Filter 對 Skin Smooth 這裏 你會見到 這裏 你會見到 一用了這裏 整個皮膚的質感 都會 好 非常之好 這個用法 我之前也有說過 好 我覺得都差不多了 對 不用再怎樣去調 怎樣去做 但是 臉的光暗度 我想再調 一些 用回這個Doji Tool 對 對 對 再掃一掃 臉 再掃一掃 它的身 還有 裙子 我也想掃 再掃 一點點 看到這種感覺 都不錯 不錯 接著 我會再做 什麼呢 對 對 臉 再掃多一點 OK 好 我覺得裙子 太直 沒有了那種 飄逸的感覺 我就會再做一做 裙子的形狀 小小好了 真的不要太多 先開多個Layer 對 去到乳化那裏 乳化不是做臉 做什麼的嗎 做瘦 其實以前我們去拍 婚紗照 那條婚紗 哪會說動得這麼厲害 對不對 即是被風吹得這麼漂亮 都是用乳化這件事 去做出來的 對 好 放大它一點點 OK 我們慢慢去做了 這個裙子的位置 這樣就收回 收回多一點 進來 裙子這裡 好 這些就細心一點 慢慢去做 做得比較自然一點 這裙子的大小 要一路一路地轉 改變 令到 收裙子的裙子 就不會看得那麼明顯 OK 我們再收多一點 腰這個位置 對了 收回它進來 這張照片就會好看一點 好 現在就是有兩張照片 左手邊一張 就是什麼都沒有做過的 右手邊一張 就是我剛才處理過的照片 剛才我都說了 我看到後面有關火 就是想做一種 很有燒焦的感覺的照片 我拍完之後 已經在想做這件事了 好了 出來的效果就非常之好 我覺得 起碼有那種感覺在這裏 所以大家拍照的時候 都要想好後期是怎樣做的 分享就到這裏為止 如果大家對於我剛才做的照片處理 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不明白的時候 都可以在留言問我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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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